通车六年迈的高铁今天传出将要调涨票价 高铁董事长欧静德今天透露 预定在七月底八月初之前召开董事会 讨论票价的调整方案 目前倾向一次要涨足 涨幅超过了9% 到时候台北到高雄将从现在的1490元 涨到1630元 最快十月份就可能调涨 全车内外彩绘上头还印有卡通 探险火宝的主角老皮以及飞天小女警 等可爱的图案 就连座椅 投靠金 纸杯 餐巾纸 也都是卡通的图案 高铁通车六年半来首度加入新鞋 将新车打造成欢乐卡通列车 预计周一正式加入营运的行列 不过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票价调涨的问题 高铁董事长欧静德松口表示 七月底八月初前召开的董事会将 讨论票价调涨方案 倾向一次涨足 我认为这个在整体上 交通部在今年四月 已经同意我们增加百分之九点多的 这一个票价 那我们会把这个都具体的反映 在我们未来的作业面上 欧静德透露高铁通车六年多 票价一直未曾变过 根据台湾高铁试算的结果 最高的调幅约超过百分之九 但确切的调幅还要经过董事会讨论 并经交通部的同意 最快十月调涨 如果以现行台北到高雄的票价来估算 费用将从原本的一千四百九十元 涨到一千六百三十元 如果搭乘北高来回 每次恐怕得多付两百八十元 为了避免冲击 欧静德也指出董事会 也会讨论调涨的配套措施 像是离封时间 票价可能会调降等来做因应 记者物亚与林国防台报道